结缘跟攀缘 一个很大的差别 攀缘是主动的 结缘非主动 这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像我现在看出去就有花 这个就有结缘 但是我去找一个花来放 那就攀缘 有花没花 你无妨 这才叫做结缘 攀缘就我要什么 我去取什么来 所以这一点点还是有差 那一样的 我们有家 其实是结缘 过去结了缘 所以现在成家 父母 兄弟 姐妹 夫妻 这个其实如果从现在来讲 都是过去的阅历的延伸 那攀缘是什么 念念不忘 就是有强烈的控制欲 非怎么样不可 这个就是攀缘 结缘不一定会形成束缚 那攀缘一定形成束缚 因为攀缘来自于欲望 就我主动的产生了什么动机 要去干什么 这个就是攀缘 所以也可以讲攀缘是有违法 结缘不必然是有违法 就我看到什么 当然诸法因缘生 我看到什么 那是因缘生 但是当你不攀的时候 怎么会是有违法 当你不攀 有违法也是 就缘起法本身信空 那一直原起法 我们说它是有违法 因为它起了 但原起法没有体性 所以它本身又是无违 这一层意义其实很细 很细 我们常常会讲 有就是有违法 不是 有是原起法 有是实相法 有是信空法 所以叫有而非有 有而不有 就社即是空 社哪是有违法 如果社是有违法 那社就不是空 所以很多有违无违 其实也是一个名项 就是一个名词而已 它不是具体的 就是说有违就是有违 无违就是无违 它是假名 没有实在的内涵 千万不要说 我们有生死 我们就不能涅槃 不对 生死即涅槃 涅槃即生死 这个等一下会说 我们实在为 经常更耐用的 就是 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